针对救国团是不是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 不当党产委员会24号将举行听证会 而这内容就要针对救国团成立时的第一桶金10万元 还有目前资产53亿 及多笔不动产从何而来做出说明 不过救国团反驳过去都从事公益性质 为民服务 现在因为政治斗争无端遭受牵连 目前正备妥资料 在听证会上他们要正名清白 为了厘清救国团是不是国民党赴随组织 党产委员会24号举行听证会 受质疑不外乎救国团1952年蒋中正时期成立 当时隶属国防部搭着反共复国旗帜 1989年更改供益社团法人 现今虽多缴化经营旅馆进修原地及运动中心 昔日每一阶段似乎和两奖总统及国民党脱离不了关系 在办理活动或接受政府委办工作 都是充满着教育性 公益性 救国团的财务一向公开透明 同时财务报表也都经过会计师签证 也依法报请内政部合备 为什么一个长期帮助国家 对国家大家敬意里面都知道 他在做好事的一个单位 现在台湾已经乱到这个地步 还要继续在乱 救国团为资情发动连署 但面对党产会质疑成立时的第一桶金10万元 粗估的53亿资产及多笔不动产 这些钱从何而来党产会紧咬不放 有必要透过听证程序 让整个一个事件能够在某一个程度做聚焦 那如果说对于我们明天的听证报告 其实包含救国团或者中国国民党 那有任何的意见我们非常的欢迎 他能够提出说明 或者如果有市政当然更好 蔡英文转型正义大旗一辉救国团纵使有百般冤屈 还得靠证据还清白 而国民党和救国团间怎么区隔 第一关24号的听证会先见分明 欢迎讯闻严俊强 蔡志玲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